闪亮登场 全新Chefrolet Cruise 欧洲记者评为2010年最佳汽车 是印度的年度最佳汽车 又是世界巡回錦标赛英国、意大利、德国和巴西各残的冠军 世界验证了这部轻型汽车的不平凡故事 全新Chefrolet Cruise 红级车系中最省油 十国标准安全气袋 加拿大最佳保用服务 超越一般驾驶 Cruise 欢迎回到5点42分的《勃在5点》 今天这个访问环节 我自己就期待了很久 相信电视机前面所有未结婚的女生 应该都会对自己将来的婚礼很有憧憬 无论你是想有同华式的婚礼也好 或者是一个非常华丽的婚礼也好 今天请到上来的嘉宾就是为我们这种女生 去令我们梦想成真 她就是宠爱婚礼统筹的婚礼策划及顾问Carmen Carmen你好 你好 欢迎上来接受我们活在5点的访问 其实很多人对婚礼统筹这个工作 或者这个行业都不太了解 不如可不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到底你们的工作范畴是怎样的呢 其实一个婚礼统筹师 即是Wang Planner 这个范围都很大 从一个很简单的讨论开始 至到或者是婚礼当日去帮那对新人做事 甚至乎是由头帮她计划婚礼 就是由什么都没有到她计划婚礼那天都有 所以这个范围就很依靠客人的需要 那你们是否无论中式和西式 或者其他不同国籍的婚礼都可以举办 是呀是呀 就是我们比较多数就做主要都是中国人的市场 不过很多时候也都是有中国人和外国人混合的婚礼 其实来到加拿大 你觉不觉得会喜欢西式婚礼的人多些 还是其实没有分别的呢 其实我想很dependent on家人的需要 就是有时可能不是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 可能是对新人想要西式的婚礼 但是家人就想要大排盐植 要中式的菜式 所以有时结婚的事是很需要跟家人会合 要很有沟通才可以成事 那我想知道如果想预计一个婚礼 或者希望拜托你们可以帮忙计划婚礼的话 那要预早多久预计呢 通常由于加拿大的天气 就是夏天的时间比较短 尤其是中国人要摘好日子 你知道好日子的日子不是很多日子 所以通常都是最好就计划一年之前 因为很多事情尤其是场地那方面 是比较难复的 因为除了中国人 可能每个人都想夏天暖着穿婚纱 去结婚 不用穿那么多衣服 没那么笨 所以夏天是由5月到10月开始是一个级级季 所以有些人就会建议早一年去计划 即是5月到10月是最多人选择在这段期间结婚的 是的 那你们的收费是怎样的 我们的收费看看是哪一种服务 譬如你说只是婚礼当日 亦都是按Waring Planner的年资 通常那些就会可能是800元至1500元或者以上 如果多些经验的Waring Planner也会收贵一点 但是如果你说想由头帮你Plan 即由头Plan到到尾的话 通常Certify的Waring Planner的收费 就是10%他们的Waring Budget 即是你们的服务是有几种的 有些就可以由头帮你Plan到尾 有些就只是帮轻你一部分 是的 因为有些新人就比较喜欢 可能享受Planning的过程 但是他亦都不想他婚礼那天很stress out 亦都不想他的伴朗伴娘 兄弟姐妹家人走走走走走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叫做Month of Coordination的服务 就是会两个月前就跟对新人开会 会go through他们订阅了些什么 也都会帮他们排线 那婚礼当日我们就会有两个人跟着他们 那我就想问一下 因为很多人就觉得 其实自己都可以Plan到 因为他们觉得好像Plan一个party 那样而已 可能没试过 就不知道困难住在哪 其实你觉得 邀请Waring Planner最好 或者最方便的地方是什么呢 其实Waring Planner最重要的就是 帮你省了时间 因为通常平均一对新人 要Plan Wedding的时间 大概是要250个钟头或者多一点 要计算你上网在搜寻的时间 然后可能找到对的商户 你逐个去见 就是很多走走走走走的东西 但是一个Waring Planner 因为他知道行内有什么好的 有什么不好的 已经可以帮你剪短这段搜寻 还有你需要见的商户的时间 就是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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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例如你帮盛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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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 而且還有專人 這方面很有經驗的人幫你計劃 其實如果你不說 我也不知道原來計劃一個婚禮 要約250個小時那麼久 是啊 譬如你每一個範疇 譬如說攝影師 你要考慮很久 譬如你每一個範疇 你都要上網考慮 然後再逐個去見 當你每一個選擇 可能你選擇三至五個 你才慢慢篩選到你想請誰 你想想 其實那裡已經幾十個小時 一百個小時 但是你們已經之前 可能光顧過或者合作過 就知道哪些好哪些不好 我知道了 你們好像有個 婚禮計劃有個協會 是啊 這個協會 就是有一個訓練課 讀了這個課程 就會有一個認可 這個會現在在加拿大 就有大概千幾個婚禮計劃 我們除了每一年都會有些 conference之外 大家更換心得 我們也有個forum 甚至大家平時想去交流一些資料 譬如說我用過哪個商戶好 或者哪個我們上次用過 是真的很有問題 大家都會交換心得 至少大家幫助大家 我知道貴公司 都是在這個協會之內 都參與過 是 其實你做了婚禮計劃這麼久 你覺得最難是甚麼 其實很多時候 人們就以為婚禮計劃很風光 經常見一些很漂亮的東西 但其實我們也有很辛苦的一面 譬如好像結婚當日 我們是… 好像妹仔一樣 走走滴滴 我們會拿著一桌熱椅 其實有個工具箱 很多人都不… 為何會拿著這麼多東西呢 因為很多時候 那些新人想不到 可能那天需要急用的東西 或者我每次做完婚禮之後 覺得原來上次我沒有A2人交 那這次我一定要放回去 如果有甚麼事 我們都可以… 即是有一個工具箱去急救 即是你們很有經驗 就知道萬一出了任何意外的話 你都可以在那個工具箱那裡 拿出發布出來 是的… 而且有時我們也會做一個 醜癮的角色 譬如有些商戶 如果你是要代表客人去談價錢 或者譬如你要調整一些商戶 我們也是做一個醜癮的角色 那其實如果光顧了婚禮策定員的話 是否由頭… 即是你們的服務範圍 是可以由最初怎樣選婚紗 或者拍婚紗照 到最後怎樣統籌一個婚禮 都包括在內部 是的 是全部連化妝師、攝影師那些 我們也會幫他 research 幫他約見 全部都是約見 是的 那你做了這麼久了 有甚麼趣事 可以跟各位觀眾分享一下 有甚麼趣事 我們去年就做了一個婚禮 就是中國人和韓國人 我覺得那個韓國儀式是很特別的 有時我們不只是做中國人的婚禮 所以變成… 有時你看到會有其他種族的文化 我覺得挺有趣 每次都學到一些新的東西 韓國人的婚禮 真的不是一般人都可以參與或者體驗的 因為他們的儀式是挺有趣的 他們穿了一些結婚禮服 然後爸爸媽媽會擲很多栗子、紅棗 他們鬥接得多 越接得多 就是意思解 他們越生得多小朋友 即是年生季 是中國人的意思 是的 其實你自己是否已經熟了中國傳統的那些… 怎樣說 那些知識 結婚要用的那些需知 或者那些方法、儀式 你是不是已經熟了 都算是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都是一邊學一邊做 每次你其實都會有些新的學習回來 因為可能不同 尤其是中國人有很多不同地區的 亦都有不同的種族 很多細節 你都知道中國人 很多時候又要做些甚麼 或者接新娘的時候又要怎樣 是的 現在很多新一代的那些 很多時候一切從簡 不過有時候來得久 那些路華僑 他們其實很多都很想跟蹤 那些中國傳統儀式 反而是來了這邊來得久 就響往中式 是的 因為你知道香港現在很流行 那些西式 或者全部都是行婚禮 或者用教堂來結婚 就比較不太喜歡群伐的那類型 都有穿群伐的那些新娘 我自己結婚我也有穿 不說不知道 Carmen 原來是一個很潮的媽媽 她已經有七個月的登記 為何你可以保持得這麼好 這麼厲害 我也不知道 其實我已經重了很多 完全不覺得 今天謝謝Carmen先生 再一次想問一下 如果想知道你們公司更多資料 可以怎樣 可以去我們的公司網頁 方方便在這裡說 可以 我是www.defaulttou.ca 螢光幕上都會有這個網頁 如果各位想知道更多詳細的資料 例如你們有甚麼包裝 或者不同的價錢 都可以在裡面找到 還有我去過你們的網頁 有很多不同的相片 是呀 通常我們每次做完一個網頁 我們每次做完工作 我們都會帶著相機拍攝 有很多時候 客人都會反過來問我們 有沒有一些相片給我們 我反而找回你們 是呀 有時攝影師可能有些影漏了 我們便會給他們 還有我看到你們的網頁 很多人光顧過之後 寫了很多好評 或者寫了很多多謝信給你們 是呀 通常他們都會 他們都會寫一個thank you 我覺得也是一些很好的 很窩心的感覺 是呀 我看到好像很辛苦幫他們 但是他們一句多謝已經 我的心都很甜了 今天謝謝Carmen 上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希望下次可以再一次請你 謝謝 我們現在先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 會在五點再見